成建制派兵参战 还采购大量的海马斯火箭炮 波兰要深度介入俄乌局势 是不想让俄罗斯决定战争与和平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刘小飞 现在在欧洲出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欧洲大陆这些国家里边 北约国家当中 对乌克兰支援最积极的国家 目前是波兰 那么其他欧洲的北约国家 支援乌克兰的时候 政府层面是出钱出武器 但是不出人 当然了有些人是个人身份 愿意将志愿者当雇佣军 这个可以不拦着 但是波兰不一样 战争爆发没多久 波兰就有特种部队人员 以志愿者身份参户战 而最近传出来的消息 波兰是以整营整营的兵力 成建制的以志愿者身份进入乌克兰了 另外乌克兰还和美国谈了一笔军火交易 要引进500门海马斯火箭炮 以波兰军队现有规模来讲 500门能够发射战术导弹的远程火箭炮 这是一个过于庞大的数量 不大可能都是留着给自己用的 就算是现代战争主要是炮战 金将军也不会这么干 所以不排除波兰用这些火箭炮 武装自己之外 还用别的手段 把其他一部分炮倒通出去 比如说把这些炮交给在波兰进行训练的 几万乌克兰后备军或者让所谓的志愿部队 带着这些装备参战 对波兰军队还不能小看 因为冷战结束以后 欧洲那些老牌强国的常备军力比较废弛 现在北约国家里边 波兰陆军虽然规模不算大 但是它的装甲部队碾压法国英国德国 这是毫无问题 那么如果后续波兰继续以这种方式 把人员和装备大规模的派进乌克兰 估计还有可能带上新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 首先就有可能在乌克兰西部到中部到东部 逐次展开防空保护伞 然后掩护那些乌克兰后备军和波兰部队向前线开进 对乌克兰来讲 这种补充比过去给的弹药更有用 因为不管顿巴斯打成什么样 经过这样的消耗战 乌军都是疲惫残破的 现在最缺少的就是这种建制相对完整的生力军作为补充 否则仅仅靠过去零星天游式的补充一些火炮 反弹的导弹 少量的兵力 在任何一点上都无法形成针对俄军的优势 还会陷入被动 尤其是近期传出消息 俄军在乌克兰东北方向组结了新的战役兵团 又重新从苏梅方向发起进攻的态势 那么乌军也必须有新的力量顶上去 否则失去的就不仅仅是顿巴斯 至于说波兰为什么这么积极介入俄乌冲突呢 我觉得波兰也是对自己的前景有一些担心 因为如果乌克兰最终战败了 甚至是基辅要听命于莫斯科了 那么波兰自己就成了北约的前沿阵地了 所以波兰肯定会希望乌克兰能够坚持下去 那么除了军事支援 我们也看到最近波兰和乌克兰在全方位都打得很火热 双方公民进入对方领土都能够获得对方的公民同等待遇 这个说法还被放大说乌克兰和波兰签了一个丧权辱不的21条 后来我一查倒是也没那么严重 是国内有些媒体编的故事 不过那也说明了波兰现在坚决要当乌克兰的后盾 而美国肯定也是支持波兰这么干的 波兰军人只要是以志愿者身份出去 惹了事别牵扯到师父头上就行 而且美国也一定希望这场战斗能够接着打下去 2014年俄罗斯拿下了克里米亚 当时乌克兰就没有能力对抗嘛 所以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就站稳了脚跟 虽然现在没有几个国家承认克里米亚属于俄罗斯 包括中国政府都不承认 但是大家都默认 如果俄军拿下顿巴斯之后 乌克兰军队再次没有能力继续坚持打下去 美国也怕乌克兰东部那几个州被俄罗斯稳固占领 过几年之后又再一次被默认 所以波兰还有美国这段时间必然会心疼泽连斯基 不停地给他灌补药 这个药还不能停 好 俄乌战场之外 波兰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今天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我们下期再谈